- 超過10%的電影 哈囉各位觀眾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ESR RICKING 那我們今天是最後一場 最後一場的精英比賽囉 那接下來的部分 那就是由我們的pc2 對上我們的shota 那我是主播鐵彈 我是賽平台灣電腦LZ 好 那剛剛那一場pc2 非常的努力想要挽回烈士 但是 雪球實在滾太大 對 中路 看這場有沒有辦法 一掃剛剛前一場的陰霾 對 因為這其實對 輸了對選手的心態總是比較難以 不知道他們康復的狀況是不是 對啦 這個就是考驗到選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心理素質 對 那就是康復期不知道 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對對對 對 因為待會這場比賽是打 對上Shotta 那應該也是一場應戰 對 那Shotta在前面的比賽我們知道就是說 Shotta他們選角好像比較偏向在線上 單線上面比較強勢 就是像剛剛我們看到星斗拉單線擊殺雷茲 這樣比較強勢的角色 對 不知道會不會 這一次不知道 會不會再吃同一次葵啦 對 不知道會不會待會就是看到雙方 都是你知道就是一個激烈的碰撞 對對對 看DC處會不會因為上一場的教訓 那這次隊形甚至會有一些比較大的改變 也不一定 對 那看他們等一下 D.C.處會不會記取 因為他們如果知道 因為他們這個也是第一次打造面 就是Shotta跟D.C.處這兩隊 也是第一次見面 沒錯 那如果說待會見到 不知道會不會也是一樣的情況 就是說 像剛剛那樣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先做過功課 對 我怕待會就是一樣的 剛剛中間休息時間有點短 我想要做功課 現在惡補可能有點太晚了 沒關係 那就是 就是我們覺得說 剛剛他們應該已經有做一個戰術討論 然後我們剛剛也是 私底下有聽到說 他們好像沒有太多的就是 他們好像call的沒有決定好是不是 他們到 不是他們call的 就是他們還沒有決定說 到底是由誰來call 然後會導致說他們隊伍本身 有一點抹擦 對 就是可能有點 起 有點搖擺不定 就是 就是因為他們call沒有決定的很好 對 那麻煩導播幫我們帶一下 就是比賽的進入畫面 OK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目前 我們 D.C.處換了新的Mark 在左上角 換了剛剛不是一則瑞爾的開心抓蝴蝶嗎 換了一個還蠻酷的啊 對 換了比較 就是 有 終於比較 有 比較有質感 說不定因為這個質感 等一下會 突然等一下整個 隊伍換了整個人都不一樣 對 就是 這個 這個是 聽說是貝拉清點的 自信 有 根據我們剛剛有看到一些小照片 對對對 貝拉應該是有貝拉加持過 維修改 對對對 女神修改 會不會有特殊的神力 讓我們得 拭目以待 等一下 換哪一些沒看過的新隊伍 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他們BAN掉的角色是 拉克斯 雷文跟 匿命 那這個是針對Shutter中路來BAN的 這個還蠻明顯的 那雷文的話 應該是上路 也是雷文專精 對 他就是 要做功課 他們應該也知道Shutter是一個強敵 應該是這麼的感覺 那我們這邊還有看到我們ShutterBAN掉的是 剛剛發揮的還不錯的一些角色 星斗拉 可是不是第一次出這邊出的 對沒錯 然後凱能 凱能是上或有劈角 可能想要避免 盡量避免掉 然後再來是凱特琳 會去BAN AD 可能就是因為你下個主要 等一下可能會不好打 應付這樣的角色 所以才會特別去BAN AD 一般來說我們是不會去看到說比較BAN AD的 他可能是個人比較討厭的狀況 對 OK 那對於說像最後BAN掉了像逆命這非常常見 那可是逆命現在版本還是很強勢嗎 在S3這個部分 主要是因為燒燒燒到MAN角S1BAN 是的 對對對 這應該也是做功課的部分 對他有時候做功課了 拉克斯逆命都把它BAN掉了 那既然我們就看到可能等下是用傑打中路 有可能 那就等下就看他們最後BAN 就是選出來的角色 那我們看到翔一天這個角色 他第一個選起來的角色是傑西 上路OP角 先來上路正行的OP角之一 沒錯 那也是他本身 翔一天很會使用的一隻角色 對那等一下 看小塔這邊是不是就選個比較 因為要跟傑西拚的角色 凱能比較有機會 但是也BAN掉了 所以可能看似要選個比較龜 像是聖這樣的坦克角色來龜到中後期 或者是說另有打算 或是讓Jungle上來幫忙 那我們看到另外一邊 Sharata在換他們的時候 可以選兩隻角色選下來的是 佳文獅子還有傑 對 那主要是因為佳文獅子現在 GANK非常的強 他真的是現在打野比賽 跟一般GANK常很容易看到的主流 那主要還是因為EQ連技 跟大爵中後期的一個開戰 是很致命的 是的 那你看到他們還是就是 比較選就是他們習慣性在線上非常 單線優勢角 然後這邊 這邊要選 叫選組AD 不過AD是選擇要選葛雷夫喔 我不知道他們是想要走什麼樣的風格 就還滿期待的 那我們再來看到DC True這邊 選下來的是一個 瑟雷希跟我們的球女 奧莉安娜 對比較意外的是 需要她把瑟雷希這隻OP的 Support角放給DC True來選 是的 那我就感覺說他們這一次也是比較有一點 還是比較偏向說就是我要打一個 AOE控制打一個會戰的部分 對 DC True在選角上來說 他們的戰術都是選擇比較明確 但是缺點在於說 團隊定位是定位好 可是在於說比賽開始之後 他們有沒有辦法在控制節奏說 在什麼時候讓這團隊發揮到他的最大效益 那我覺得這是DC True目前要玩 要去想辦法讓他比較能夠完整發揮 需要做一些功課啦 是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Support在選下兩隻角色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帝王說的 葛雷夫 然後另外一個AP應該是 是我們的卡薩畢 不是卡薩畢啦 卡爾薩斯 對 我們的死哥 那選這一個也是在線上比較有優勢嗎 還是為了大局做一個著想的部分嗎 這個應該是刷刷刷 我看他應該是最近新練的一個中尾AP 因為稍早比賽他也有出死哥 對 那但是是對上傑西喔 那慘招滑天 那是表現不盡理啊 可是我覺得死哥這角色真的還是很不錯 如果你能夠控制的好不要讓他 雖然叫死哥跟萊斯基雄他不要死的話 能夠到中後期這隻角色影響力還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的 好 那我們最後完整的對象組合都已經出來 那我們再把低基數最後兩隻選下來的角色 一個是我們的納蒂魯斯 然後一個是我們的達瑞斯 達瑞斯其實最近很少 達瑞文 不好意思 達瑞 達瑞 達瑞文 對他們兄弟 達瑞斯他的弟 達瑞文 那其實達瑞文最近蠻少出現的 主要是因為他的被動被修改過了 那導致他前期的殺傷力沒有像以前來的這麼強喔 那DC錯這次還是選擇了達瑞文這樣的角色做AD 看起來還是配合瑟雷西啦 那應該還是想要前期打得兇一點 不過感覺打瑞文這個版本 要打兇就比較沒有這麼 沒有像之前那麼理想 他可能利用在他們前三等 在做於他的Q 對他們迴旋飛斧的部分 去做一個比較大的輸出 可是對面是葛雷夫 應該也有一定的硬度 也是一個前期 也是一個前期跟你比兇的角色啦 那加上另外一邊也是選加羅做一個應對 所以其實兩邊下路的攻擊性來說 我認為是Shara這邊會比較好一些喔 那可是我覺得如果說在第一處 如果試著把他們攻擊中心下路的部分 放在他們的support上面會不會比放在AD上面好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這麼選擇 可是因為我們知道Syra這隻角色 他在死前還是能夠做出很不少的傷害 而且是這隻角色 他可以一邊控制你一邊poke你 那這樣的角色其實 這是瑟雷西嗎 瑟雷西他如果指向力不准 他沒有辦法做出 但是Syra不一樣 他是可以放種子 那就算他綁沒有綁到 他之後還會長出植物來攻擊你 那消掉你的血量喔 那這個是另外這邊這輪系比較重要 所以我們很常看到說比賽 如果一邊出了射擊另外一邊就會出Syra做一個 對 出一個控制這個悲韌的狀況 對 兩邊互相做一個平衡喔 了解 那最後他 這個納蒂魯斯Jungle現在 前一陣子非常風行 可是後來又消失了一陣子 那對於 帝王對於這隻角色有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的見解 這隻角色 其實 因為 聽說啦 他是一個 主要他是打RUN的時候就被納蒂魯斯 所以 對他來說納蒂魯斯 對他來說納蒂魯斯一個首選 那這樣的話 其實在現在這個patch裡面 納蒂魯斯這隻角色 他是一個不錯的坦 在中後期又是一個不錯的開戰角 然後 然後這樣的話 這隻角色 那他又是全身上下都是控制技能 所以說 他在前期GANK的時候 能夠拿到不錯的效果 然後 在中後期又可以肩負開戰的一個職責 對我覺得納蒂魯斯 其實在控制性能上面 在一個CC在可能他抓到 然後在一個CC控制上面 緩速也是有的 只是他在上一次修改 好像會變比較 那種示威 可是好像這一次又有一點 就是我們的拳頭設在把它調回來一些的感覺 那納蒂魯斯其實最大的缺點 我覺得還是機動性稍微不足一點 那 那這樣是很好的 因為他的EQ是可以穿透的 那這個很大的彌補他的機動性 那也讓他說在GANK上可以有更靈活 然後更多的角度可以進戰場GANK 或者是進行一些開戰的動作 那剛剛我們講到上路 敵王建議是建議我們Shutter出一個坦克型的 可是他如果出傑這個角色也是硬碰硬的狀況 那你覺得哪一邊在於贏的 就是在這一場比賽贏的狀況會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這個可能是傑西這邊會好 因為我們知道傑這隻角色就是要滾雪球 因為他體質也不是說特別好 他是近戰刺客的角 那如果這隻角色在前期沒有辦法滾到雪球的話 那他到中後期因為你AD裝沒有起來 那基本上這種吃的角色你不會讓他去出仿裝 因為這樣就等於說你吃去也出這隻角色的意義 那這樣的話變成說 會希望說前期盡量靠GANK來幫助上路 那如果沒有GANK的話 因為傑西本身是一隻手特別長的角色 那前期又可以直接切換靜遠模式 那如果你傑西上來他就可以把你敲走 那馬上切成遠程模式Poke你 那這對傑西來說是比較不好 儘管說他是有一個突進技能 對那我們就要看你在上一場的傑西是好像發揮的沒有這麼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Shutter 會不會把他發揮的比較淋漓盡致一點 對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讀取狀態 那我們看到的是 就是也看到今天那個我們也看到翔翼天這個玩家也是 也是像我們帝王講是從S3看到TPA之後 對 進來的玩家 沒有他是不是看到TPA進來我不知道啊 對 我是想說有些選手可能是這樣子 是的他就是沒有框這樣子 對 但是他本身也是賺一的玩家 對 那應該是這一季才加個新鮮沒有錯 然後就希望他可以在這邊發揮得很好上一場 可能沒有這麼亮眼 對 希望這場可以一雪前尺 真的 那我們這邊看到刷刷刷帶的是虛弱 對 因為死哥很怕對方突然上來打一波 所以死哥比較常看到是傳送 那再來的話就是虛弱 是的 因為他可能有料想到說 說不定是傑西來跟他兌現 所以帶虛弱感覺也是滿合情合理的 有可能做一個掉線的動作 對 對對對 OK 我們已經進入了比賽的遊戲畫面了 那藍方是我們的DCTRL 我們的乙方就是我們的Shutter 好的 那雙方現在在做買東西的部分 現在應該就是在移動中了 這個也是一樣喔 應該就是先進入草河道 那看有沒有機會上去補演 然後我就一看到 然後瑟雷西這邊 我們發現他沒有買 他沒有買粉眼就是所謂的真眼 是的 那他沒有買粉眼的狀況看來應該就是 應該是有多買一些眼然後來做一些布局 不過我覺得其實前期粉眼到底沒有這麼重要 因為前期去排那個眼睛不是很有意思 他們應該是想要多 如果要現在比較有些人會選擇 就是兩種一種就是做粉眼一種就是增加視眼 那果然是要進來做一個偷還有副眼的部分 而且粉眼這個部分尤其是你沒有辦法知道 除非你親眼看到對方在你臉上纏 不然你沒有一開始如果雙方是鏡向近對方側去的話 你會不知道說這個粉眼纏還比較好 最後會變成說 這眼睛可能就是跟75塊一般眼的效用一樣了 就是在猜如果剛好讓你猜中 就是大部分就是多抵25塊這樣子而已 對 好那看到那蒂魯斯應該是要做吃紅的動作 對那兩邊就是不玩眼之後就不進對方眼區 他選擇打穩開局 好那這一次看到的是 這個眼就比上一場好多了 上一場太淺了 不像我們電話講的 雖然是有看到機器人 但是還是比較偏淺 這一次就比較深一點 對在外面一點 那你也可以一邊看對方Jungle的動向 是的 就看到我們的Shutter一直在Pink自己的 這邊 這個Support走上來 這個 哇幫忙補一次眼 真的很少見 我記得 這個隊伍好像Support都會上來幫忙補一次眼 好像都是這樣子 他們就是Support比較勤勞做功課的那種感覺 因為上路不買眼吧 這我就不知道了 私底下在好好聯絡而已 沒有啊 因為上路他現在只出了一把突然劍 我們看大概是怕啦 怕一個第一波就Gank 對讓Support幫他買個保險 對那也是可以接受啦 OK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Zyra 也往下路走 那還是一樣是正常開局 也沒有做一個利益U 對 那因為我覺得 剛才在傑跟傑西這樣對倒 我以為他可能會幫傑西 就多做一些可能拉人的動作 嚇嚇他這樣 感覺 因為如果 因為對方也是Zyra 這樣子一隻進攻點 如果多拖久一點 對方發現你在上路的話 可能 你一開始會連冰都吃不到也不一定 是 蠻危險 這邊果然 一開始傑就吃了不少虧喔 欸 傷害值得有點大 而且他本身 如果對上金正像 如果對上像傑西這種角色 有沒有考慮就是以布甲去出 還是 還是像他這樣子出紅金鏈跟紅水比較好 其實出布甲的話 我覺得倒不是沒想 那如果出紅金鏈的話 又有點極端一點 因為可能就是變成說 如果 你前期 在紅金鏈效果沒有 消失以前 你沒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效率的話 等於說 過了那兩三分鐘 你身上會是一個空裝的狀況 這還蠻尷尬的 然後這次我們看到拉丁武士從後面過來 然後閃過Z8EQ 然後走的位置感覺有點不對 不過用影子順利的逃過去 那這邊 這邊感覺剛好佳文接上來 有機會 上來 不過這個血量有點危險 也還是往上走 好上來 上一個點燃 然後 一換一 不過佳文這邊 感覺好像也是 有機會嗎 不過 不過因為在前面就是有點深追了 怕說 進到塔下會 會有點危險 怕說 等下可以拉過來控住 那就 一來一往 可能就變成優勢變劣勢 畢竟等級還是低 他還是痛 三點要看塔 真的比較 不理想 一點 那可是這邊就 剛剛的地方來講 就是雙方樓狗來的都很順蠻及時的 而且我覺得 傑剛剛 騙得還蠻好的 對 那佳文 隔著那一塊大岩石跳過來 還是也是 也是 我覺得那個位置挺好的 他沒有等到說 傑拉進三角爪蟲在出手 而是 對方 對方感覺已經要後退 那時候感覺對方已經有點要後退了 那他這時候出手我覺得是剛剛好 這邊剛好完全接在一個時機點 那我們看到這邊的確是 第一處在這邊好像打的 的確比葛雷夫兇了很多 對然後這邊 勾到小兵這個還硬上 哇這個 這 沒跟上啊這個 這個也不能上 他這個上的有點兇 因為我看到 打雷龍卡在後面吃兵 你一個人 你又不是拉到 拉到英雄 你只是拉到小兵 就上前要拉 這個 還逼掉自己的閃現 其實不是很理想 有點浪費 都蠻可惜的 如果 如果 傑拉是選擇帶點了 或許可以先拿下這顆頭 那上面剛剛在傑西跟 傑西是拿到 300塊 那我們傑西是拿到 我們傑西是拿到手殺 漂亮的晃過 對 這個拿到了之後 他 可是裝備 是拿助攻的話 我們看到是這一次拿下來 對兩邊其實都上路都 都沒有拿到頭 結果還蠻尷尬 就是原本以為說 可以拿到更多的優勢 這還不錯啦 因為 我記得手殺助攻也有個100多 200 那我們這個support到現在沒退 好這邊這個上來 這個 哇有點在發呆 這個直接被抓到 這個 你要死了 你還拉人 這個有點搞笑 想要一換一 不夠沒能換到啊 這個是一個硬換的節奏啊 哇這個 我覺得 這波這個還蠻聰明 他有猜 因為這個沒有眼 但是猜到說裡面可能有人 那剛好 這位置真的下得很不錯 然後 這個達瑞文為什麼他敢這樣 上來換 不過這邊沒有串到 但也逼了一個閃現 也是挺好的 這邊對Shutter是不是捷爆 我覺得DC錯誤這邊還蠻 這個下路判斷很奇怪 因為 你已經看到J4了 然後 然後突然J4沒有視野 結果 結果你的AD還在 還在線上吃兵 過半的地方吃兵 這真的是蠻危險 然後這邊上來換 感覺要被打一波嗎 不過因為這時候沒有點燃 所以選擇後退也沒有魔了喔 那兩邊血量都是在一個很危險的狀態 那兩邊都沒有點燃 也沒有上6 不過上6之後J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他多了一個大絕 所以有一個無敵的時間在 對 那就是等於也多了一招輸出招 那J4比較智慧是 他雖然說有6招 但是他其實是沒有大絕可以用的 而且切換也是要等時間的 對切換還是有CD了 下面剛剛那個地方就比較 直接這邊上 在草叢裡上6等了 看是不是在對方推線打一波J 然後這邊 Gank直接在飾鬼這邊擊殺死哥 剛剛在飾鬼那邊插的眼盒是有用的 因為剛好死哥吃完飾鬼走出來 巧遇到我們那地 對剛好這時候被折到 喔這邊 是燈籠 這個燈籠好像放哪邊 不過 不過我看 唉唷整個雷撲這個危險 最後這個高得不錯 那應該是跑不掉了 這個效果 還是被被動給擊殺掉 對還是擊殺掉了 那個地方 不是被動 還是被擊殺掉 剛剛那個地方還是就是 喔這邊兩個Jungle巧遇啊 那其實 佳文心臟還蠻大的 可是這時候還敢進對方野區了 剛剛那真的是 最後的那個設計器 那個勾真的很完美 喔這邊上來換 這個 唉唷 應該要配合死哥嗎 然後一個漂亮的走 會換過 結果 沒有換到 兩個大絕 下去換 結果自己賠了一個葬物 對 血量真的很漂亮 剛好在100滴準 傷害沒有算 因為死哥剛上六 剛上六 這個大絕基本上 沒有什麼傷害啊 沒辦法 那傷害還不夠 應該是 有考慮這樣 可是沒有算好 我覺得 因為 其實 他們是打算換 但是沒有想到做傷害會這樣不夠 可是 死哥這種裝備 傷害不夠 我想是很正常的 因為畢竟也還沒有出到時光啊 也還沒有出到 對 而且一點大絕 本來的傷害就不高了 我們剛剛看到他們都 Jungle跟上路都補了兩隻長劍 所以這樣換下來其實結還蠻虧的 因為他等於說剛剛那一波他什麼都繳掉了 結果被反殺 對 然後就看到說 他們補這兩隻長劍是 等一下待會應該是要出殘暴之力吧 對 應該是要上殘暴之力 因為結這隻角色 殘暴 前期殘暴提供-CD還有霧傳跟AD 對我來說是非常實用的 尤其是這種 前期角 前期AD血絕角更需要這種裝備 我們現在看到感覺 娜蒂魯斯剛剛雖然有成功在中路劍術 我們沒看到 那我覺得他還是 他娜蒂魯斯是說需要花一點時間去做農嗎 還是要農一些裝備比較好Gank 他應該要靠Gank為主比較靠農 因為娜蒂魯斯版就不是一直吃特別怪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佛中在一直農野怪 不如去幫助獻傷會比較好 要不然你們那麼多全身都是CCG 用來吃野怪 明明有點太浪色了一點 我們看到佳文已經摸到了敵方的惡潮 往這邊蹲 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會不會蹲很久 線有點不夠出來啊 然後感覺傑西也是 若有若無的感覺到了什麼 突然都不上前了 沒錯就好像他 有看到什麼 可是其實佳文並沒有在他視野出現過 這是說直接把線推出去就回退 對啊 他好像真的感覺到 這是 有種神靈附體的感覺 對 因為佳文是從後面來的 他是從塔的方向過來的 這邊要吃小龍 因為看到 奇怪這個 他感覺剛剛真的是有看到佳文吧 不然 他甚至知道說 佳文不會過來搶這條小龍 可是他其實並沒有走到視野的範圍 大概真的是用彩的 我覺得這個神預測還蠻準的 這個 他們可能 各種神預測 剛剛可能打輸去請靈媒這樣子 對 這個有點不可思議啊 然後娜蒂魯斯這時候 他現在已經跑速非常快 原來已經出了武術鞋啦 對 看起來真的是要把重點所蹤在於GANG上 他看他要轉換自己的步調 不過剛剛拿到這條小龍 其實暫時壓力就沒有這麼大了 畢竟能做的事情 已經完成了其中一項了 剩下就是GANG了 那剛剛 現在上路 解析也推得蠻深的 那 也覺得說 現在來講 剛剛這條小龍 雖然帶給DG樹一些優勢 但是 還沒有辦法完全看得出來 這是誰勝誰的 沒有這麼大的明顯 很久 那目前看到下路在吃冰樹 我們剛才說雙方都是比較偏 比較 就是前期爆發型的 那看到吃冰樹來講 是我們的合避比較多 那這邊Zyra開了他的大絕 開了這個大絕 我覺得沒有抓到人有點可惜啊 這個預判有點失準 他原本以為對方這時候可能會前進 所以他大絕 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大絕距離 所以這波我覺得真的是開得太急了一點 因為他想要配合家人 感覺是可以再多等一下下 這樣要不然這波更得真的 所以就讓它飛掉了 這個機會 那我們看到現在壓制比較前面 上路跟中路的部分 好像都比較 像我們剛剛帝王所講的 他在前期對線上面 是比較有優勢的 所以就壓得比較深遠一點 對那解析這時候 塔已經開始收到壓破了 這個在等 欸 嘉維應該有看到 有有有 我剛才以為是我們納蒂魯斯斷線 沒有沒有沒有 想說就站在那邊是在 是在怎麼啦 應該是 好 這邊這樣反而從那邊過來 可是他應該有看到對方有眼 這個 還是想要遇上嘛 好這邊直接批掉球迷的展現 然後這個大絕 球迷這大絕放得不錯 接著 放大 不過因為我們看到 納蒂魯斯這邊 結直接貼上來 那球迷應該是跑不掉 球迷現在是被J4殘上 那串到之後 那結應該是有機會 直接拿下雙殺 這波來說 小塔打得不錯喔 因為他發現 他發現 上真的打不贏 他選擇直接支援中下 我覺得這選擇還蠻正確的 雖然上塔也是被點掉 但是拿到一個雙殺 其實算是不無小補 對 因為平常我們看到是 上路很容易說 出現之後 他還執著在雲龍上面 就變成說 你等級跟塔輸了 然後你又還想要農兵 變成說對方 本來現在處於一個壓制的狀態 那你又去跟對方硬碰硬 那你自然不會拿到什麼優勢 那反而會吃虧 那當對方壓你壓 他也夠肥 他出貫之後變你又還在農 所以我覺得 別的這個選擇 他直接選擇放棄能 去幫其他路 吃到優 甚至他現在收到兩顆頭 甚至是把自己線上的夜市 給補回來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選擇 沒錯 那剛剛的地方 其實球女表現的 已經算很好 對 因為他那個大學 是有放到兩個人 對 都是已經把兩個人困住 可是很可惜的就是 剛好我們的忍者發揮了他的功能 對 抓到了那個位置 不過我覺得 剛剛那一波主要是 DC2這邊 有點壓太遠 他不用去推那個打 因為已經看到加爾文在那邊了 那你又打這麼危險 其實剛剛就算 就算解不來這一波 可能不會少很 不過DC2這邊應該還是屬於一個比較被動的狀況 所以感覺是不用打這麼深沒有關係 剛剛應該就可以試著 就是做一個拉打拉打的動作 對 因為剛剛在試鬼去 已經看到對方Jungle在中路附近 那你就自然不應該說 兩個人 在死哥的 就是在死哥面前 然後在那邊摸他 死哥直接放一個緩翔 你在 求你馬上是被逼出閃現 死哥表示你們在囂張 這個有點 太過貪心了 好 我們加爾文插了紅眼 然後這個被看到了 對 好像進來有點急 因為有眼嗎 這個 這個眼一下去就直接被拆掉 這個 對於 我們下路的support不是個好消息 有點虧 因為你知道有人 你還圖這隻眼就這樣 那在傑西破了帳塔 那就是跑來中路 要來幫忙推這座 看來他們是要做一個速推的狀況 對 要傑知道這件事情馬上從後面趕來 我們看到下路這邊 是 澤雷西 擊殺了 我們的家文 那應該是 下了一波dive沒有處理好 導致是傑西破在塔下被擊殺 然後這邊反壓 出來 那 這個下路的gang就好了 怎麼辦 好 看來其他現在 必須處理用這個機會 中路三隻 對啊 這樣你現在少一隻喔 那三隻 直接壓你中路 那這個 還在拚死哥唱大絕 有點到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再拚 好果然 這邊是直接被 Zyra的大 的被動給射死 這是個真傷 對 這個真傷嗎 死哥在這邊 在做個支援的時候 在路上被攔截 喔 這球女這個空大 死哥漂亮的扭腰閃過 好這邊 腳大絕 所以葛雷夫貼上來 那 看到 保住一命的結 喔 上來 還要換嗎 欸閃過 那葛雷夫 葛雷夫 差一點 都是各種極限play 好這邊 加魂補上 那應該是可以 擊殺納蒂魯斯喔 那納蒂魯斯 就犧牲自己 那 冠取一個 結西淘淘的空間 那這邊 就是各種極限 大家的血量都非常低 然後表現 是各種 對 我們精英選手的 一些極限判斷 大家 都是這個 心臟都挺納克 這個血量 不回去繼續拚喔 對 這邊有拚戰精神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蠻可惜 中路感的剛剛 因為ABC在中途 那剛好剛剛 是少了一口氣 少了三個人 那是可以試試看中路 不過他們 是選擇直接recall回去喔 有點可惜 是的 剛剛下路 現在小龍也生了 剛剛可能也是想要判斷小龍 可能 可能是認為說 如果再推的話 那會來不及趕上這條小龍 不一定喔 對 那現在已經全部 我們的B-True 已經往中路再重新集結 要再做一次推塔的動作 看起來應該是想要判斷小龍 再回來 我這邊 不是想要換死哥嗎 可是這個是怎麼 這邊抖 他不用卡應該是會被點掉 對 還是 卡還是順利的點掉 好 那死哥現在任務重大 他變成等一下小龍 我們可能要肩負進去送死的一個覺悟喔 對啊 要肩負他這個 不付死哥的名號 對對對 死後送死 進場來就是 好今天這邊吃完紅要過來 不過死哥怎麼感覺還沒有跟上 然後這邊決定要先抓 先抓 先抓Support 原本要抓一波Support 先被勾到 那這一波的話 死哥貼上來支援 沒有辦法 這個零完也沒有擊中 沒有辦法 這算少一個 那如果要開戰的話 感覺不是很難 但是在這個高地上面來講 對於敵氣處不好 反正 可是壓在高地 哇這個大雪人下的不錯 不過 有一個大雪人沒有辦法 就是要使得這個直接自殺 然後學一個極限輸出 這個 炸的不是很痛啊 不過 上來再拚 然後拚到一個 這個推 可惜了 葛雷夫 感覺剛剛還想要繼續換 瑟西 不過剛剛不換也沒有辦法 因為傑西已經跳到臉上 對傑西在這一個版本比較 如果 算是一個清場的角色 如果大家都是殘血的話 他要做一個S也不是做不可以 對他能做姿態 他主要是團戰前 他可以做Poke 那團戰 團戰後就可以速著收拾一個殘局 那比較可惜的是團戰 正常的55波團戰中 他沒有辦法直接跳進去做輸出 這比較可惜的地方 對那如果他如果全能的話 應該過不久 下一招就是他 對對對 就看到實場裡面 實場都有解析 不過其實也快 現在也差不多這個感覺 對也是 那不過現在來講 剛剛在這個小龍會戰 對於Shutter 不是一件好的消息 在剛剛那個地方 一個55會戰 那被我們的DC2 回神 請了0梅之後 對不過 往好處想 日少想都沒有掉 那這邊 成功的拖到 又是有機會打一個55 那現在他們雙方 又在小龍這邊 又要重新做一波集結 這邊先Talk一下 看有沒有人 然後 這個 因為 感覺剛剛打完一波 他們 我全力大學已經轉好了 感覺他們也是蠻有把握的 好這邊 好這邊緩到 那接著佳玟上 兩邊互相切 對方後排 那傑西這個 上來 沒有換到 不過死被也是直接被裝 喔球女這時候這個大絕 下得很及時 好再點 又剩下葛雷夫 那可以上去 這是球女 那球女血量天下 還是很高的 那應該 哇這個大絕 有點痛 那不過球女應該是沒有辦法再追了 但是這條小龍應該是確定要掉 所以應該是要教我們DC True 來把他剩掉 可惜喔 那都是殘血 除了球女次外都是殘血 剛剛球女其實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在剛剛瞬間轉好的時候 快速的放了他的大絕 對 我們大學這個放的還蠻 因為我們B層有控作AG 那兩邊 兩邊其實佳玟過去的時候 兩邊互相是突入對方的後排 那其實 雙方在剛剛的處理其實都沒有說很差 只是在技能的放置上面 他們少了一個 然後死哥大絕也還沒有轉好 對 那就很可惜 就是在這個地方 又讓DC True拿到了一次機會 對 那我們看到 這邊死哥應該要加緊 趕快把一些AP裝 因為現在只有時光上的話 這個時間點 這個AP是稍嫌有一點點不足 那希望還是能夠盡量多農 因為死哥是一隻後期 他們可以盡量把遊戲重點著重在中後期 30分鐘之後的遊戲 對 那這個時候應該會在 對方的這種控制上面會比較有一點抵抗力 因為在現在你 因為AP裝畢竟也是難出 不過我們看到這邊 納蒂魯斯已經出了我們的先知藥機了 開始排演 開始排演的話 照成說現在 Support 對於Strata來講 這個Support的壓力就大 如果隊友沒有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們看到的時候 還是比較偏於說 Support買眼居多 那 Strata這樣子來講 對於Zyra的一個成長 就是說有點壓制了 現在最好的情況就是 Zyra最好是 Zyra最好是真的來 先知藥機來跟對方排演 會比較有影響一點 連著說自己的眼睛又被對方免費拆 對 拆掉了之後 然後也沒有 新的入障的方式 然後就 一直掉一直掉 對 尤其是現在已經進入會戰期 這時候 對Support來說 其實 是蠻蠻好的 尤其是現在Support主流來說 有的Support甚至出票 都是直接上演時 搞得Zyra真的很窮 很窮 所以 還是會希望說 盡量 能買Oleco 雖然說 這是一筆錢 但是排演也是 一筆不錯的收 慢慢補回來 那對團隊的算還說 心理對方也是有幫助 在剛剛的對戰上面 我們已經看到就是說 現在經濟在 DG處這邊經濟比較偏向於是 在上路跟我們的A、B部分 拿下來的經濟是比較多的 這個綜合Poke有點危險 然後對方看到死哥一靠上 馬上衝有後退 那這邊感覺是 打算用Poke在那邊 拉扯Shutter 他還是要直接硬要把這個塔點下來 這個拉到小兵 小兵有種吸引力 真的 然後這邊 借著這個機會 趕快點一下塔 因為感覺這邊 Shutter這邊不僅是Poke 他們連清兵線的人都很快 我看到兵線幾乎是一出來 然後就被對方給吃掉 那反而是這邊 兵線被清得快 那又沒有Poke技能 Shutter只好直接把這座塔 果斷給放掉 那這個地方放掉這座塔 他們應該是 還想要再多B一座的感覺 對 再多B一座 因為再多B一座 是要上高地 這可能會有Dive的危險 不過看起來 感覺Shutter這邊 是比較沒有反擊能力的 他們現在就是壓制了 不過我們看到 我們的傑就躲在那裡 傑在後方 這樣找一個機會切入 他就很像我們在玩阿卡莉的時候 就會找一個陰暗處躲著 不過感覺我們這邊 DZ處這邊也是站得很密集 傑這時候要切進來 也不是這麼好選擇 喔這邊 反正是傑文先進來 那接著傑上來 直接抓AD 喔這傑羅大傑放得挺好的 那接著死哥 直接套上來一個自殺 好這波應該是有機會 全部收掉才對喔 好這邊只剩下一隻 射雷西 好這應該是 倒下 真的活得很久啊 為什麼回頭 這邊變得多角一個閃現 不過還是拿下S 這個閃現有點多角了 他剛剛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回頭阿 第一時間來 我真的覺得 這個射雷西活得有點久 活得有點久 而且 剛剛 不知道為什麼夾來回頭 他按錯吧 他可能已經想說 我已經收掉了他 或什麼 遲遲沒有跳出來 也沒有阿 他剛剛也沒有大絕印記 可是感覺是超重的 然後回過神來突然 只好腳閃先上前 把這方給提殺掉 有可能 剛剛突然就是 欸 他 死了嗎 那種感覺 就 遲疑自己的攻擊 對啊其實射雷西剛剛還有兩層血量 對還有兩百滴阿 好的現在 在這一波 Shutter有成功的打出了一個S 然後是把剛剛的烈士 這邊 這邊傑西 剛剛試了一波會 但還敢壓這麼前 其實是蠻勇氣可憐 而且我們剛剛也看到 剛剛這個圖後排 很漂亮 那佳文雖然殘血 那硬是要蓋對方的AD大絕 那加上 再把這個大絕 位置也放得很好 有空到AD 那導致傑 從後排進入的時候 他有足夠時間 把他的輸出給 完整的打出來 那 讓對方AD在 沒有辦法 做任何操縱的情況下 直接死去 對啊 那剛剛把後排的整個 基本上坦的部分 他是他們就是果斷不管 就直接先把他們的輸出 直接換後排 對對對 這樣是 現在的確是個蠻好的選擇 而且剛剛 他們傷害算得不錯 就是 球女殘血之後 你死哥剛好要開大 所以姐馬上 轉頭回去打另外一邊的會戰 那就不理成 這個一定死的球女了 那時間現在來到25分鐘 擊殺數是相同的18對18 經濟其實也沒有差多少 對 這時候在1000之內 其實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那可能現在雙方已經在對巴龍 你在偷看巴龍的私生活了 兩邊趕快在巴龍附近 把視野給補滿 那這樣 巴龍這邊應該待會 有可能就會開啟一波巴龍會戰 那巴龍會戰 應該就是這次風向的一個標準 對 因為已經進入遊戲中期 這時候死哥影響也是 是慢慢大了起來了 那死哥已經除了死帽跟時光 其實傷害已經有一定的程度在了 對 那所以這邊 DC錯就算有 也不敢冒然的18龍 剛剛有優勢都不見的冷車 個人光現在已經是有點軍事了 剛剛那個會戰我覺得就是 比較可惜就是把剛剛 前面的大好前程 一切都付諸流水了 有一點 那這個 這個其實 我覺得是壓得太前面的一點 因為導致加文B時間 沒有被秒殺 看起來一定就蓋了大體 現在時間真的到了 我們 跟我們帝王兩人到終極了 吃小龍就好像吃蛋糕一樣 對啊 其實這時候 小龍也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 能夠影響的 不多 這時候吃巴龍 跟塔 會更重要一些 這個大絕 有點不知所謂 這個大絕應該只是想要 就是知道一些敵方情報 有可能 就是只是想要 當作是個演的感覺而已 這邊傑西 傑西吃到EQ 一口氣掉了大概 差不多 還滿多的 其實傑西的傷害還是有 影響力還是在 對 傑西的Poke依舊是很給力 不過這邊有死哥正守的 對方想要 那麼容易清塔也是滿難 不過這邊傑西就是看著你 在清兵 我就Poke你 他們就是在等一個很好的開戰點 從演一次剛剛的狀況說不定 又可以造成自己一波的遊戲 對 等加文一個神開大 球女其實剛剛也終於開始注意到了 應該說他們也會在Poke 雙方其實都有點Poke 但是 哇這邊拉到傑文 但是應該 哇想要直接上嗎 那這邊 哇我們看到直接把大傑扣在 扣在我們的傑身上 那這邊 然後AD還是被換掉 不過死哥這時候 也倒下 不過這個Q剛剛 有點各種不準 這個拉到齋了 這個感覺 有可能要被換 不過兩邊都是剩下 沒有什麼輸出的角色 一邊是剩Support 然後一邊是剩納迪主斯 跟瑟雷西 也是多一隻 但是應該旁邊有一座塔 在保護這個美女 那應該是 對因為納迪魯斯 也不是屬於一隻進攻型輸出的Jungle 這個應該 就負責把這座塔點掉應該是可以 而且這推塔也是推得滿慢的 其實 這是慢動作片 兩隻都不是什麼輸出角在那邊推塔 也是挺尷尬 果斷放棄喔 如果這剩AD的話 這座塔應該是可以很輕鬆的拿掉 沒有問題 剛剛很漂亮的是解藥衝出來那一瞬間 納迪魯斯 他馬上把大學士往前身上開 因為 第一天納迪魯斯壓在那個入口處 那 你要抓後盤 一定要經過納迪魯斯 那 所以第一時間 其實走出來就馬上吃了一個CC 不過 死哥還是 很勇敢 就上前去硬換 我覺得Shot這邊 很明確他們就是要換AD AD掉了之後 他們後面的會戰 相對處理起來 就比較沒有這麼痛苦 對他們就是把 像剛剛一樣就是先把傷害解決掉 對先解決掉一部分傷害 那不要讓傷害那麼分散 這樣是比較完美的意思 對不要說 你打傑西武 然後我這個大爵士放 那你有打球 那變成說 傷害全部分散開來 明明可以秒殺一隻到兩隻傷害 分散 分攤給三個人之後 一個人都殺不死 現在已經我們的 迪西柱已經集中在我們的巴龍附近 這個感覺應該是不會吃飽 因為有死哥這個情況下 哇這個 這什麼 剛剛突然不小心勾了巴龍一下 應該是不小心手滑吧 我覺得 小心一下巴龍 對就是 就是你知道把玩一下 剛剛突然 突然撈了巴龍一下 然後 我覺得這邊也是蠻聰明的 再把直接用距離優勢 在那邊 在那邊引誘巴龍去攻擊 下方的 DC處 而且很好笑 是那個堂堂發現自己已經接近包圍 趕快要納蒂魯斯借一下 對對對 趕快借一下燈籠 借用一下 我有點怕怕的 這個是蠻危險的 如果剛剛在那個窄口被抓到的話 這個應該不打灰彈也有機會掉巴龍 然後這個嘉文上來 有點不理想 這邊是暈到AD 不過 Support來的位置不太好 導致他沒有辦法 發揮到他保 後排的功能 那大家現在都不理 4A系 葛雷夫 一個輸出 他現在在 子哥範圍隆調下輸出 各種輸出 還 還 還差一隻 還差一隻Support 不過不影響 因為Support最晚進場 然後 現在也沒有辦法阻止 葛雷夫應該是可以春泥推下這座塔 Support 這場比賽我不打 主要是Support出來的位置 他從 河道旁邊出來 那這個位置 一來 你沒有辦法 因為 旁邊是死哥跟葛雷夫 你沒有辦法 直接這兩隻做什麼太大的影響 那就變成 死哥在葛雷夫 兩個互相掩護前進下 然後 沒有 就是 他可以放心的去死 然後讓葛雷夫在他後面做一個輸出 那瑟西反而要繞好大一圈 才能到前面 因為 主要出瑟西 要嘛開戰 要嘛是保後排 結果 剛剛這個點來說 他兩個都沒有做到 主要是位置真的不是很好 剛剛真的很果斷看到Shutter就是 我 前面的坦我都不管你了 我就是硬要衝到你的後排去 對 加上瑟西剛剛真的不在 保後排的能力又更弱了一些 我剛剛射撒西好像的位置好像蠻靠前的 對 他剛剛是從河道旁邊出來 然後 然後在中午的話 最前面的是 納蒂魯斯 他直接被加文給衝起來 那射撒西其實也是 這時候也是蠻尷尬的 他Q了一下之後 他也不敢再上前 那Q放完之後 就放完大絕他就開始繞圈了 沒有辦法 這邊其實已經把我們Shutter的眼都已經排光了 那排光了基本上應該也不敢果斷吃 因為剛剛這一波會戰就打了兩次 就是你來我往 然後就沒有一個 就是真的很漂亮的一個劍術戰 不過遊戲拖到越後其實對Shutter是越有利了 是的 在於有死哥這隻角色的話 對 尤其是我們看到越後面的會戰 Shutter打得越好 就 越快融化對方 對對對 因為前面剛剛那一波之前 對方還剩兩隻 現在剛那一波已經剩下Support一隻了 那會不會帶過去 再下一波應該就會缺AX了 就缺AX了 循虛漸進 OK 這是一個節奏式的打法 對對對 循虛漸進 慢慢把對方收的投掉越多 Shutter是走一種音樂階層式的 那這邊的話 傑西是直接上女妖 但我們也看得出 其實Shutter的第一目標根本不是傑西 對 他們的目標是在於對方的打瑞穩 那再來是求你 而且他們認為 傑西其實最後再錯一關都沒有關係 那我覺得Shutter現在果斷就是走一個 就是放小龍我會戰打贏你 就好了 對 因為這時間點小龍 那麼一點錢 我等一下吃暴龍一口氣 拉了兩千三千的金句話 就沒有必要 真的 尤其是如果在這時候開了一波小龍會戰 沒有獲得優勢 或者是 就算拿一點點優勢 你只博是拿一條小龍 但是你把大傑西都開掉了 那等下打暴龍戰的時候 勢必就是比較遲 我們應該看 現在已經發現說 已經在做前壓了 我們的Shutter 再把 這邊 再把這邊也已經買了 真知藥水開始排演 雙方應該也是 已經慢慢的在走向中尾盤的部分 那我們看到 因為AD被抓了太多次 直接上了天使家 直接上GA了 結果也不出其他我們 平常其實現在在這個版本AD比較會出的是像女妖 或是大冰水 因為被抓太多次就 因為天使家這件裝備其實被削弱不少次 導致他的CP值已經沒有這麼高了 是的 那我想其實現在 因為Zyra去把霸王雀眼睛排掉 也可以造成不少的 哇這個 那D也是 有點走太前面了 不過死哥Q也是有點不準 沒有換他多少錢 那D五師現在真的是 不符 不會就是不符合他當初就是被設計出來 就是一個 硬皮鎧甲這樣子 他現在硬開的話 主要是因為 他會沒有辦法越過死哥 死哥如果硬是站在中間的話 你開死哥也不行 那你不開死哥 哇這個又是沒有勾到 也是不行喔 D七處現在前壓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到我們的 結不在 那這才應該硬點的做 這個這個 欸 死哥 死哥感覺應該是要準備上去自殺 這是一個自殺的節奏 不過那D五師這個血被消到一半 就果斷選擇後退 哇結還是不在 結成之後才回來 有點慢啊 我現在才跑回來 但是 這個時候 應該DC就會死 喔這邊上來 直接硬蓋 好 死哥也是個閃線上來自殺 這個死的位置還不錯 好 我們就來看這個大絕 不過感覺傑的大絕是繳在 對方 唉唷 這邊的傑 傑剛剛這一波回來也是有天使甲 所以 這一波換下來 是修塔這邊領先 因為我剛剛看到是傑 他把大絕繳在葛雷夫身上 欸這腳在我們達瑞文身上 但是 我那時候是沒有注意到說傑奇也有復活甲 我感覺這一波有點浪費掉 傑奇是還沒有 對對對 他其實跟他結進場的時間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很莫名的 剛好沒有人去阻止他這樣子 剛剛 對對對 剛剛其實是 達瑞文他復活甲 他復活甲剛一起來又是馬上被蒸發 是馬上在點掉的傷口 對對對對對 老實我剛剛以為 一瞬間 四傑有復活甲 其實剛剛是只有 達瑞文有復活甲的 我想說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可是他的那個地方來講 就是像剛剛說的 死哥在死位置真的不錯 對他第一時間 他發現這個隊伍實在是 因為 傑文已經硬蓋了 那你一定要前進了 這時候不前進不行 隊伍不前進 你這時候一拉長 你等一下最後再死這個效果會差非常多 他馬上是閃現到前面去自殺 那自殺位其實也不錯 因為他的範圍傷害 還是有持續輸出到 對方AD的一個身上 我覺得Shutter現在是 食髓滋味就知道就是 讓傑進場晚一點 對對對 因為死哥他可以先上去自殺 然後把傷害都吸掉 沒有問題 傑在這個時候也出了去A 等一下下一波會戰傑 變成說傑其實也是可以開戰 因為他有復活架 而且現在來看 反倒這個遊戲真的知道 這個S3這個世代真的是 上路可以統一一切 看到這個擊殺術 讓平常在玩ADC的我都為之尷尬 是因為上路 現在這種角色 這種滾雪球角色其實還是滿恐怖的 尤其是到中後期來說 這種角色如果前進滾雪球 到中後期他的秒殺人的能力還是滿意的 現在看來我們敵技術的點掉 如果要放這座塔 加爾文在等 但是等你這方上高地 應該要往後面直接來 好果然這邊直接上來 不過 哇葛雷夫也直接跳過牆來 要點 再點 好這邊還是點掉 那這邊剩一個 瑟雷西 那接下來納利5是靠灌 那這兩隻應該是沒有辦法點死葛雷夫 一個盾 驚人 好還是得死 因為在這邊 死個在旁邊等 然後這邊果然 我們看到 葛雷夫 欸 死個大絕 白唱了 這個只是個 只是個 我猜你追不到 你休想撿我頭的一個節奏 對對對我們可以看到葛雷夫 一個人把兩隻甩走 而且還是把兩隻都點掉 因為 納利5是真的是 這其實也是為什麼 納利5是後來比較少數 因為他是一隻 到中後期之後 他 雖然全都C 但他就是少輸出 少機動性 那少是他剛剛跟著攝影器兩個一起去抓AD 反而兩隻都被點掉 而且剛剛結的GA真的也出了 這個這個這個結作 該不是想要一波點掉對方嗎 因為這之後 AD都在 那配合AP 感覺 這一波只有機會 好這邊 AD來GOMB 那這邊應該是一波直接打穿了 那我們就恭喜 Gotta拿下 這一場的勝利 當然真的很可惜 差一點點 OK 那這一場比賽 那恭喜我們Gotta 在最後還是在 逆轉 逆轉到前期的痛苦 就是都度過了 對 一切都是浮掩雲煙的度過了 對 好那我們就根據最後的結算表 然後請帝王幫我們做一個解釋 其實我覺得Gotta這支隊伍就是 他們有 我們剛剛看到上一場是 Easy Tour這邊 他們選擇一個團單陣型 但是沒有辦法適時的發揮 就是前期被滾掉 但是我們看到 這一場 Sharta反而 他們知道他們是打一個中後期陣型的 所以他們前期吃一點虧 他們有控制 他們有把那個傷害壓在最低最低的線路 這是可以一個接受的 所以他們到中後期之後 快30分鐘 20分鐘 25分鐘之後 開始慢慢一波一波打回來 10個也慢慢沈上起來 他們沒有急著說 前面20分鐘前 這個小龍一定要去跟你搶 或是這個爆 這個塔我一定不能放 他們反而是很果斷 就是好要放 我們就是慢慢的這波放掉 我們下一波再打 這波 這波打完不行 那就下一波 可能再打 再拖久一點再打 那導致說 Sharta就是 靠他們時間到了之後 他們隊伍優勢就越來越起來了 對 那剛剛的地方 在最後一波會戰 應該說 我覺得Sharta 在前面我們前面看到 Sharta都是比較偏在線上 在會戰處理 可能就比較偏虎頭蛇尾一點點 那可是在這一次 反而就是出乎意料 出乎意料的那種大方異彩的感覺 他們就是 而且他們這兩個方針很明顯 他們只都要抓對方AD 就是我後排 就是我不管你前排怎麼樣 就是要抓 打瑞文 打瑞文死了什麼都好 沒有關係 那沒辦法 這雷軍營打瑞文 就是看到他的臉 就跟等同於提摩出現一樣 對 真的最後 最後連AD都下來點打瑞文 那而且 我覺得 比較可憐的是 DC處這邊 他們最後 那個打瑞文其實是沒有什麼 他們如果去牽制其他 去幫助其他 像是球女這種的 可能還比較有機會 那反而是變得 兩隻都只有牽制技的角色 跑去追ZAD 這有點本末倒資了 OK 好的 那我們這一場恭喜我們的 Shotta 拿下這次的勝利 那這個是我們今天精英賽的最後一場 那我們平常比賽精英場的時間 是我們星期五晚上八點開始 到我們九點各有兩場 那在星期六部分 是從下午三點到三點開始有兩場 然後晚上八點開始有兩場 對 那就是各位如果想要成為精英 那也要趕快去報名 我們現在快要截止的自由聯賽部分 那你就有機會挑戰這些精英 奪取獎金 那要搜尋到我們的電競網 很多方式有在Baha 有在FB 都只要打上ESR 那就可以搜尋到我們的相關網站 OK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帝王 來當我們賽平 謝謝主播 謝謝謝謝 OK 那今天晚上 就是由我們兩位 跟各位最後一個就是哈拉的部分 好 那首先謝謝各位 我是主播鐵蛋 我是賽平台灣帝王LZ 好 那我們下禮拜見了 那今天晚上拜拜 大家拜拜